欢迎来到小五故事会,今天小五带来陈情灵示意仙都太霸道,第十二集 蓝望鸡身上的几处刀剑外伤,已经包扎妥当,只是脸色还非常的苍白 他从没见过这样虚弱的仙都,为什么冒险救我? 盘西坐在床榻边,卫英望着蓝湛的睡颜,疑惑的开口,你该恨我的,不是吗? 搅黄了你与金子轩的婚事,放走了你的准新娘,又无视你的金族令,偷偷外出 你不杀我,我就已经觉得很庆幸了,可你为什么愿意冒险来救我呢? 床上的人偶尔眉眸促紧,像在做梦,卫英忍不住伸手摊着她的额温 还好,没有发热,卫英松了一口气,庄周梦迭是温氏独门毒药,温氏向来只钻研,如何配置毒药? 却从不研制解毒配方,虽然蓝芹有办法解毒,但是由于蓝忘记吸入了大量的毒,种毒很深 所以蓝芹研制的解毒药,对她能起多大的作用,就连蓝芹本人也没有把握 一切只能等蓝忘记醒来后,是其具体情况在说了 卫英记得今天早上,蓝芹为蓝忘记诊完脉后曾经说过,意识上,其实仙多已清醒了,但何时能真正醒来,则要看她自己了 若是蓝忘记真有个三长两短,她是不是要以死谢罪了呀? 哎 卫英看着昏迷中的蓝忘记,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就在卫英要收回手起身离开时,她的手忽被握住 仙,仙多 床上的人不知何时已睁开眼,正看着她 你感觉怎么样? 卫英小心翼翼地问 蓝湛看着她的眸子有些迷茫 仙多,你中了温室的庄周梦蝶之毒,目前要多多休养 你 你 怎 怎么了? 想为蓝湛讲解的卫英,有些讲不下去了 因为蓝湛看着她的眸光,开始逐渐地亮起来了 坐起身后,更是将她的手腕握得更紧 用力看着她 梦 你在梦中 梦中 卫英想起蓝芹说过,仙多初醒时,记忆会混乱 仙多,你可能是梦到了一些以前的事 你 要不要先运功调戏一下 这样会有助于慢慢平定体内的感觉 以前的事 那是真的了 蓝湛没有放手,反而将卫英拉近 改为双掌捧住她的面甲 你是我的人 文言 卫英愣了愣 这句话,还有蓝忘记此时说话的语气 怎么莫名让她觉得有些熟悉呢 你只要知道你是我的人,就够了 蓝湛的双掌不停地扶着卫英的面甲 像在附送什么 此时蓝湛的眼眸很亮 亮到几乎要烧着她 仙,仙多,你饿,饿不饿 卫英面带微笑 平静又安抚地拿下蓝湛摸缩在她脸颊上的大招 我去拿,拿点东西给你吃 等我一下,坐着等我 卫英缓缓地站起身 慢慢攻身后退 而后一转身 几乎是连滚带爬的 来人呀,出事了 解药有问题 蓝芹快来啊 卫英喊话的尾英未完 脚踝却被床帐内的人一拉 身形扑滑 直接被拖进床帐内 仙多,你等 蓝湛呼耳截住卫英的唇 锦尼又霸道地重吻着她 梦里,我抱着你 醒来,你竟然就在眼前 蓝湛地直辅着那被水红的唇瓣 你,会不会搞错梦 梦,梦错人了 卫英弱弱地颤问 属下和您 不太可能有 有那样的关系 卫英的话 蓝湛置若网闻 此时的蓝湛就像是 沉浸在了自我的世界中一般 随即她的唇又漆了上来 卫英吓得推开她 却反被伸来的剑笔前拥入怀 不准走 你想去哪 低头强硬地吻再次锁定怀中人 唇上霸道强势的气息 让卫英连气都差点喘不过后 唇上的力量才松开 这里只有你和我 能看着你的 也只有我 蓝湛如一语般说着梦境中的话 同时伸手就要解开的卫英衣服 住手 快住手 卫英在蓝湛怀中激烈挣扎 直至听到衣物的撕裂声时 卫英决定要出手撂倒人了 却又在蓝湛的下一句话中愣住 等你变好了 我要你彻底成为我的人 这一次 我会卧记 任谁都不能夺走 这句话 似乎 也有人曾对他说过 蓝湛的话让卫英愣在了当场 这些话似乎是曾有人对他说过 是谁呢 任凭卫英如何努力的回想 都不能从脑海中搜寻出相关的回忆 哪怕是灵星的片段也没有 当温热的气息吻着他的左肩时 卫英猛然回过神而来 不知何时 他的外场已被退下 而人也被紧拥在蓝湛的怀中 不行 放开我 卫英凝气于掌席向蓝湛 现在已然功力全市的蓝湛 虽然被卫英一掌击退 但却不肯松开对卫英的前置 一手捂着胸口 另一只手依然紧紧地握着卫英的手腕而不放 神态更是狂力无比地盯视着卫英 过来 你是我的人 这一次 我会握紧 任谁都不能夺走 过去 开玩笑吧 现在过去无异于羊入虎口 卫英这边拼命地想摆脱蓝湛的前置 而蓝湛则牢牢地握住他的手腕 丝毫也没有妥协的意思 卫英很想干脆强行挣脱算了 反正蓝忘记现在功力全市 但看着他那副凝目绝节的样子 卫英又怕拉扯间 牵动蓝忘记身上的伤口 可他们两个人 也不能就这样 一直僵持着啊 无奈之下 卫英卯足了立即大喊一声 来人 快来人呐 话音刚落 寝房的大门终于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四追 锦衣 薛阳三人闯入了寝房之中 三人冲进屋后 直奔床踏处 冲在最前面的薛阳 一把就掀开了床踏上的重重围杖 而眼前的一幕 是他三人万万也没有想到的 只见卫管事一手按着身上一 岌岌可危的衣服 另一只手则是被自家仙都给牢牢拽住 卫管事与仙都就这样僵持不下的忽视着 这 什么情况啊 卫 卫管事 您照料仙都 要照料到 脱衣服 自认为跟随仙都多年 见过许多大风大浪的薛阳 对眼下这样的场面 却也是生平仅见的 不免也有些呆住了 四追与锦衣更是惊讶的连话都说不出了 是他拖的 快救我 卫英转头求助 却马上被兰战拉了过去 以身躯挡在了他前面 你是谁 对眼前的人 兰战双眼沉溺 他不喜欢身后的人此刻的模样被别的前缘看到 我是谁 薛阳指着自己 对仙都问出口的问题 感到不敢置信 仙都 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您既然都能记得卫管事 怎么却不记得我 这也太伤人吧 薛阳 你摆什么气负脸呀 蓝琴早就说过了 仙都中毒至深 记忆或混乱或丧失 卫英的话还未说完 却发现蓝忘机转过了身 郑怡顺不顺地望着他 紧接着 他抬起另一只手 似是要再朝薛阳抓过来 薛阳健壮 整个人如临大地般地绷紧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